盧仔在起火攻下前舉行 過8人站在對出的牛頭角度 悼念火警內第一個殉職的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勝 他的太太和親友穿著黑衣 下午3時到達現場 儀式開始 全部人先默開1分鐘 張耀勝太太向丈夫獻上鮮花 之後他由女消防員的陪同之下 和家人帶著消防救護專用的頭盔 入到張耀勝最後擔任職務的圖大工業村 上到5樓 亦去過3樓起火的迷你倉 當日張耀勝率領煙武隊入場救火 同同菩薩去聯絡不幸迅職 家屬在火牆逗留大約15分鐘後 上車離開 張耀勝生前擔任技術支援組的導師 多個準備接棒做消防員的學員 來到向他鞠躬致意 相識多年的同袍 和來自不同消防局的同僚 以百合花表達對張耀勝的懷念 有人互相安慰 他是張耀勝讀中學時 籃球隊的師弟 我想說其實 我和他很久沒有言 今次 今次 見你最好一面 我希望 他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很關心他 都很關心他家 他說我抱歉 但是 張耀勝一切打球的時間 沒有進到他 現在還沒有機會跟他打 我們要打的步驟會重開 重開 有同袍獻花之後忍不住哭 也有市民特意來參與老祭 這場四級火 上個星期二起火 燒了108小時 終於舊式 張耀勝在火警內殉職 留下太太和四個月大的寶寶 有線電視機者 許明進步道